看看新闻吧 这一天路将会最多的一站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找一下 这个圆圈圈里的美食 那因为四号线呢 它是一个圆圈圈 所以其实我也说不准 到底哪一个算第一站 我就把这个上海站 目前这个算是人流量比较大的 作为我今天美食搜寻的第一站 那我今天通过高德地图呢 我要先看一下那家店的地方 位置是在这里 听说那家店啊 人流量非常多 生意特别好 现在11点多 不知道我们过去要不要排队 一起去看一下 陶铁四号线第一站 上海火车站站 上榜店家拥寄 五号口步行12分钟 上榜旅游 经典港式小点心 价廉物美小食堂 顺着这个高德地图呢 我是一路找到了这家餐厅啊 听说这里呢 是附近百里门 吃这个午饭和晚饭的必来地 可以说都当成自家食堂的感觉了 哇 食堂都排队的人还蛮多的 这边做了好多朋友 我们来随便问一个好了 谢谢大哥您好您好 打扰您一下 您是在附近上班吗 对没错没错 现在12点不到 你过来排队排了多久了 我看一下15分钟吧 等了15分钟吧 对 不经常过来吃吗 第二次还不错 感觉这里还不错 这边的口味还是比较清淡 比较适合 价格在这个地段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吧 大概等了20分钟吧 因为现在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吧 对吧 高峰期吗 高峰期啊 高峰期也不算忙 到了晚上这里应该算高峰期的 这个还不算忙啊 这边就像便餐一样的呢 食堂呀 这个食堂 这个食堂里都有什么每天好吃的呢 主要是广东那边为主的呀 平中很多 价格呢 价格比较实惠的 店里面基本做满了附近工作的白领 在他们看来 这家店算是火车站附近上班族 解决午餐很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里公司离这里建 然后嘛 环境也蛮好的 然后嘛 太烧的也挺好 价钱也不贵 虾脚黄 还有那个凤爪 还有豆豉还做 比较经典的这种 都是广市 广市这种经典的比较 就我以前去过广东的 其实跟广东茶餐厅味道差不多 这个排骨炖的蛮烂的 玉奶也蛮烂的 只有咬下去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吃 各式各样的点心琳琅满目 中午港式小点也是白饼最亲爱的 因为便宜又吃得饱 中午的时候有很多小点心 那我们同事有的时候 不想在外面吃那些那个 就是快速的那种很垃圾的食品 就跑到这边来吃点点心 比如说他们这边的熏鱼 我们一直到他们这边来 每次必要点的就是熏鱼 脆脆的 然后多汁 跟外面做的熏鱼好像有点不一样 你们五个人 大概 大概平均一个人也只有四十块钱左右吧 很多AA制的白领都会成群结队来用餐 这样既可以多吃到几种口味的点心 人均又能更便宜 还有就是这个铲嘴蛙 那包括这个榴莲酥我都非常爱 对 像他们家的点心的话 你们来点大概有多少种 大概有四五十种吧 就是非常多 对 所以就是我们在就是这里附近 然后每次过来的话 都可以换着花氧吃 不会说我很重复 就是每次他都是会有一些就是小的品种 都各个尝过来这样 那你基本上都吃过了吗 他们的小点心 基本上大多数好像都吃过的吧 价位是在多少到多少 大概就是十到二十块钱 像这种就是小的话 那就是十块钱啊 十二块十六块 那像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二十块钱 这样子 应该是最贵的 就这个馅非常的饱满 我可以咬一口 哦 我已经看见那种 还有虾仁要呼之欲出的感觉 它虾仁那个非常大 你看到就是这边量很足 对 就是咬下去很Q 然后味道非常鲜美 你能看一下真的是还蛮大一块的这个虾仁串 对对对 对很多虾仁 港式茶点口味清淡 除此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粤菜 或者点一份中午的白领套餐 荆棘又实惠 其实呢上海现在有越来越多这种 港式茶餐厅啊 那朋友们首先挑的第一 当然是味道怎样好 那如果一样味道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选择 哎 用餐环境要有点讲究 然后最后呢 价钱还不能太贵 他们家有四五十个品种的这种 地道的港式小点心 我今天点了几份呢 还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其中我个人最眼馋的 就是这个了 虾脚黄 其实您看它的个头 比我们正常在外面那种小摊上面 吃的那种虾脚黄的个头来的大得多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咬了一半之后 还有这么多的那个馅料 包括说它里面是有虾仁 然后应该还有一点笋丁吧 虾肉很Q弹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种 青草和虾仁的那种感觉 味道有趣别 就是说它加了一点点那种甜的 也不知道是笋丁的味道呢 还是一些里面那种高汤的那种浓缩汁的味道 总之就是吃在嘴巴里面一口一个满足 所以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也想要在这种非常优雅的环境下 享受到这种这么经济实惠的港式茶餐的小点心的话 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其实呢在四号线这个小圈圈里转一转你会发现 它真的是和上海其他很多线路都会有交汇的 比如说这里除了四号线以外 你会就会发现还有这个三号线和十一号线 那现在呢我是在这个曹阳路站啊 这里呢有很多好吃的 可是我突然想吃一点重口味的东西 最重要的叫Nomantia 我们去找一下 超铁四号线第二站曹阳路站 陈鱼落雁 出五号口步行十分钟 上榜里游各种军姑来开会 烤鱼也能小清新 一走进这家店 振振烤鱼的香气就扑鼻而来 看着食客们都吃的是热火朝天 仿佛一下子把室外的寒冷远远的抛开 先去问问大家都点了什么口味的鱼呢 您好打扰您一下 我看您面前点的这两份烤鱼 看上去颜色对比还蛮大的 分别都是什么口味 这个是军姑味道的 然后这个是石山香味的 重口味的这个是什么 重口味是鱼香味 它是有一点酸啊有点甜 有一点有一点微辣 这个是小清点吃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 因为胃口慢好的 点了这一条 然后不够我们再点这个 这个呢比较清淡一点 适合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吃的 这个是什么 里面都吃些什么东西啊 这里面菌菇比较多 哦 菌菇类的 菌菇类的 因为比较有营养成本 比较高一点 如今吃烤鱼的 可以算是比较流行的了 但是这豆豉 麻辣十三香的口味烤鱼 在各个店里已经是十分常见了 而加上各种菌菇的杂菌烤鱼 倒还真的是不多见 而且这个新口味 在他们家 还是颇受时刻欢迎的 点击率很高 这个在外面烤鱼店还蛮少的 菌菇类是吧 嗯 对就很清淡 吃的冬天吃的比较养生 平时都喜欢吃辣的 就是说这边来了一个 新大的想来尝一尝 换一下小清新的口味 对了 那这个鱼吃辣的感觉怎么样 很不错啊 这里面东西呢 它比较有营养成分 看到呢 有菌菇啊 各种各样的菌菇都有 还有一点口味啊 比较淡一点 那菇的话有几种菇吃的出来呢 金生菇啊 甜菇吧 看来吃惯了重口味的食客们 对于这清淡的杂菌烤鱼 倒也是愿意买单 那菌菇和烤鱼混合起来 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美味心感觉呢 搭配这种菌菇的话 它的口感是什么 就特别鲜 有那个菇的鲜味 还有它本来的那种香味 比较特别 比较少见的 就蛮多姿多味的 挺好 挺鲜美的 菌菇的这种鲜 会渗到鱼里面吗 嗯 对的 它的汤特别的鲜 那您觉得菌菇跟烤鱼 搭配在一块的话 口感是什么的 我觉得很好啊 很入味啊 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吃菌菇的 因为平时菌菇味道比较淡嘛 所以说这次我觉得挺好的 能吃的蛮多的 菌菇的味道因为烤鱼变得更香 鱼肉则因为菌菇而变得更鲜 看来这两者的搭配 还真的是让食客们品尝到了 出乎意料的美味 那么这份杂菌烤鱼 里面究竟有几种菌菇呢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起来说 把菌菇什么的 跟鱼烤鱼在一块做的呢 因为现在好多人就是吃什么很讲究 咱们自己研制出来一种菌菇的 对 菌菇本身就有一种抗癌 美容养颜的功效 那你们现在都用到哪几种菌菇啊 有华子菇 有金针菇 还有平菇 还有兴末菇 其实这三种都还还蛮常见的 这华子菇好像平常我在喝汤的这个里面 好像更多近一点啊 对 这一种菇是云南的一种野生的 原生态的菌菇 哦 所以更加营养的那是 对 对人就非常有好处 除了不同品种的菌菇 还用到了莫笋 红椒等配菜 以及糖 盐 姜汁等调味料 此外鱼的品种也有多种可以选择 我看见外面好像还有个钢 是专门用来养鱼的 对 专门用来养鱼的 都养了哪些鱼呢 咱们养了五种鱼类 有酱团 青酱鱼 草鱼 鲜鱼 这个鲜鱼 这样一个烤箱烤鱼的话大概要多种 大概要二十分钟左右 烤制二十分钟 带鱼皮表面呈现金黄色微焦 然后淋上烧好的各种菇类 这份喷香又营养的杂菌烤鱼 就可以上桌了 重口味搭配小清新 还是很多朋友都会来这家店里 点的两种口味 其实说真的 我今天来之前 我一直想要找重口味 但说真的 当我看到这个菌菇类的烤鱼的时候 我觉得它会来的更有吸引力一点 烤鱼也变得好像清淡了很多 我们先尝块鱼好了 这个烤鱼 首先它那个鱼肉呢 肉质非常的嫩 军菇的味道和鱼的味道 一个鲜 一个嫩 菇的那种口感其实是很柔滑的 配上鱼肉 真的是一口一个爽 所以电视机前朋友们 如果说你也想要来一下这个重口味 再搭配小清新口感的烤鱼的话 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套铁四号线第二站 陈鱼落雁 整当兵号准备赶往下一站时 有一位美食情报员自告奋勇的 要来客串一把 这不行航已经在给小伙伴们试菜了 套铁四号线第三站 金沙江陆站奥拜克牛排 除六号口不行两分钟 上榜里由 菲利连体纽约客超大号牛排二合一 金沙江陆站六号出口 直通一个大型商场 而我们惊讶的是 在商场的深处发现的这家餐厅 百叶窗小露台 仿佛欧洲街头的露天小咖啡馆 我点了些什么呢 我点了一个这个是T股的牛排 然后还有一个菲利的 然后我们因为还有女孩子嘛 照顾到所以我还点了一个蔬菜的 锅具沙拉 所以看到几位就好像就是 虽然是西餐 但是当时点的像中菜的吃法一样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分量很足 这一块的话 我看它上面介绍大概有560克的样子 所以一个人肯定吃不完的 560克就是一斤多了呀 对有一斤多量很足的 今天几位小伙伴都点了一些什么牛排啊 我这边点了一个T股牛排 然后那边是牛肉克 然后那边是内眼牛排 皮皮情操切切牛排 除了分量超级大之外 这里的牛排口味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今天点的这个就是T股牛排 它是从就是通过两种不同的牛排组合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吃起来比较那个全方面的 什么叫两种牛排组合起来是 就是这边的是那个纽约克 然后这边的是菲利 我个人喜欢吃菲利的多一点 这两种不一样牛排口感上的区别在哪里呢 这边的话更加的就是紧致一点 然后吃上去有点嚼劲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吃上去 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 表嫩 这边稍微嫩一些 所谓T股牛排就是把菲利和纽约克相连的两部分 带着骨头一起烹饪 咖啡喝二合一 牛排也能二合一 很嫩的 就是它主要是有两面嘛 而且它外面的比较焦 然后里面的就更嫩了 所有的那个油脂和水分都锁在里面 就很香 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吃三分的 因为要适合大家一起的 所以点了个五分 因为这个好像特别大 要几个人一块来分享 对对对对 一个人肯定吃完 很有嚼劲 然后的话就是 我都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额外的酱汁的 直接的话它这个应该就加了很浓厚的这个香料在这个上面 所以吃下去我觉得就直接不用加任何酱料 就口感很好 但是有的一般吃的话要撒点盐啊 或撒点胡椒在上面啊 你们也没有撒 我觉得不需要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吃就非常的纯正了 这个口味 它本身就是有一种 它那种香料 还有它的一些可能盐啊 这种已经很入味进去了 所以我比较就是它这个很原始的这个味道 就直接从厨房里面出来就这个味道 虽然名字仍叫踢鼓牛排 但实际上这道超大份的牛排在踢鼓的基础上 还着重增加了不少非力的部分 口感是相当的嫩 除了胡椒和盐 店家还直接把他们家牛排的独门秘籍摆在了墙上 就是这18种香料 食材公开 配方保密 刚刚据我了解到他们家的牛排啊 是经过了三天三夜的几度 靠时间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化开 这样的牛排有个好处就是 所有的汁水全部锁在肉质里面 而且斐力和纽约克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口感也可以在一块踢鼓牛排上尝到 套铁四号线第三站奥拜克牛排 我们刚刚乘坐的方向继续 下一站就来到了四号线的一个大站 中山公园站 这里是可供二三四号线换乘的地铁交通书鸟 附近的美食当然也不少啦 套铁四号线第四站中山公园站 红唇串串香 出二号口步行五分钟 上榜里油麻辣干拌串串香 荔枝酱汁够鲜香 由于是三条地铁线的交汇 所以呢从四号线中山公园站下吃之后 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通道 才能够来到二号出口直通的龙之梦商场 这里的地下两层 各种各样的小吃是应有尽有 看起来人最多的则是这家串串香 天天都是什么热闹 因为现在下班的时间还没到 大概到六点五十分左右 他们家排队就很长了 六点五十分左右排队就很厉害了 不对不对五点五十分左右 五点五十分左右就开始排队了 点一点小吃点回家 然后再吃饭都可以 这家店的串串香有点与众不同 它不像是麻辣烫那样 里面有很多汤水 它只是翻拌着来吃 此外它又不像普通的串串香 里面还要加一大勺的酱汁 那经常会过来这边吃吗 对的 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们家这个串串香 就是它的味道做得很正 它那个酱很好吃 然后拌起来东西煮出来很好吃 它就本来我不吃辣 但是它辣得很舒服 所以会就是即使很辣也很喜欢吃 其实天气转量的时候吃一点辣的也可以 是吧 对对对 他们这个是干的 干的你觉得跟那种传统的麻辣烫有多大的区别 汤不会翻出来 汤不会翻出来 更入味 拌的酱更入味 因为他们说他们比较特色的就是上面那个焦头 因为焦上去那个料 对麻酱麻酱 麻酱 这个它焦上去的料是什么样的味道 是浓缩版的辣酱味 可空选择的食材也有很多 有30多种 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那个腐竹 然后粉丝 还有那个就是他们那个香肠 然后这样配起来就稍微甜一下肚子吧 你今天是选了些什么样的食材 我今天选了土豆啊 那个偶尘肉啊 偶尘肉 豆腐啊 然后豆腐啊粉丝啊 就这点 对对对 这样一份多少钱 这样一份20块钱不到一点 它虽然干嘛 但是它是在煮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也是在汤里面煮的 它是说把汤滤掉了 而且它那个汤汁已经渗入到它的这个串串香里面了 虽然是干拌的 可用来煮串串香的汤汁也是丝毫不得马虎 而且要比麻辣烫的汤底更加的入味才行 远古高汤加入几十种的香料来熬汤 淋上去的蜜制麻酱 则是用香油 十三香 花椒 芝麻酱等特制的 让食客们最叫赞 据说老远就能够闻到它的鲜香 可是好辣一组的最爱 淘铁四号线第四站 红唇串串香 从四号线的上海体育馆站的一号口出来 就是非洲国际广场了 往那里一看都是一派很热闹的景象 去找找什么好吃的 其实走进商场还是很暖和的 你看我一进来呢 我就把外套都脱掉了 而且这个地下是一个美食一条街 所以好吃的东西也很多 不过这个好像就是一碗的面 这个好没什么特别的 再来看看这边 哎呦 我看到了这个三代的感觉啊 这个是儿子 这个是爸爸 然后这个应该是爷爷的感觉 这个碗真的是超级无敌大 那看来他们家特色应该是这种大碗的面条 淘铁四号线第五站 上海体育馆站 上榜店家郑一格 一号出口 步行两分钟左右 上榜里有 大碗吃面 大碗喝汤 豪气十足 火山牛肉面 这么大的一碗面摆在面前着实是吸引人 这大碗面可是他们家招牌中的招牌 这个碗造型 您在西安店里面有看见过吗 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真的我的全都在里面 就是很小 很像一个 名字是大碗面 就来吃大碗面 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大碗面 我发现这边有两个朋友吃了一碗面 这是你们这点的就是一人份吗 还是怎么点 两人份 两人份 他们还有三人份 放在一个碗里吗 对的对的 常常路过这里看到过 没吃过 今天是第一次吃 第一次像这个碗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我以为是脸庞 我家脸庞没这么大提升 你家脸庞都没这么大 没有没有 吃了一斤吃了一斤 没想过分量这么足 这大碗面噱头十足 很多食客 都是冲着这一个个的大碗来尝鲜的 形式十足 但是味道如何呢 阿姨尖点的什么呀 就是 点的海鲜的呀 海鲜 小花鱼 好像是吃完了就是吗 我们已经 你们来了晚了 我已经吃掉了 这有些什么东西啊 海鲜面里 里面有鱿鱼 还有那个小花鱼 还有那个贝困类的 贝图类的 贝图类的 外面看来之后 像水笋一样的 像我们吃的那种水笋 不是切得很宽的 对吧 烧肉的那种水笋 看来这个面 嚼上去很有嚼劲的 叔叔点的这个是什么 牛肉面 还有什么 也看不见 也没了 我们就吃好了 那你们今天点的是什么面 火山牛肉面 火山牛肉 对 火山牛肉是个什么 什么面 大概就是这个牛肉有点红吧 蛮清淡的 口味不是很重的 它面条还不错 清爽新烤的海鲜面 红油酱汁的牛肉面 各有各的特色 那这个火山牛肉 它一定是事先经过卤制的 所以它这个牛肉 空口吃起来 也会有一点点 那种卤制的味道 但牛肉本身是不辣的 可能上面浇了一层 这样的辣油之后呢 会让整个面条 吃起来有一点点辣的味道 所以就是不吃辣 爱吃辣的朋友 都可以点到 那他们家除了这种 火山牛肉面 大碗面的选择 还有什么 像海鲜面呀 然后鱼片面等等等等 所以想要感受 这么豪迈 这么大一碗面的朋友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碗面 地铁四号线是环线 从上一站体育馆之后 行进方向发生了改变 开始往东前进 客串情报员行航 主动要求再当议会嘉宾 打开一下这里附近的美食情报 这里呢是地铁四号线和七号线交会的东安路站 稍微的走上两步 我们就从地铁站来到了这个美食聚集地 陶铁四号线第六站东安路站 沸泥汉堡 出一号口步行十分钟 上堡里游 特色汉堡齐聚首 肉嫩之多酱料浓 看到这个汉堡的诞生过程 你是不是也垂涎欲低了呢 我们在东安路附近 找到的是一家人气汉堡店 从一号出口出来 沿着东安路步行即可到达 下午一两点钟光景 还有不少时刻在用餐 点了一个什么汉堡啊 我这一份是大马咖哩聚首饭 今天点了一个那个橙汁芥末鸭胸 我觉得他们家的经典汉堡还不错 份量满足的 这个是迷你汉堡 然后里面有三种口味 牛肉鸡肉甚至还有鸭胸肉 没错这家汉堡店的特色就是品种够多 即使你是经常来 换着口味也不会觉得单调 点击率最高的据说是一款经典牛肉汉堡 有牛肉呀有黄油啊 好像有芝麻菜吧 它这边的牛肉就感觉很嫩 而且嚼起来很有味道 你觉得他们家汉堡分量怎么样 非常足哦非常大 肯定能吃饱 然后男生的话也能吃饱 然后感觉它那个牛肉嘛 咬上去弹性很足 然后听说是什么百分之百的那个纯牛肉 汁水也很嫩 其实食材新鲜肉嫩之多 是不同种类汉堡的共同特点 但是除了品种多 搭配不同汉堡用不同的酱汁 也是这家店的一大特色 好像我刚吃了一下 这个牛肉里面的味道 有点就是花生酱的那种酱料的味道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酸酸甜甜的 有点像酸奶的那种口味 所以每一个里面就酱也不一样 对的 然后它那个上面有这个酱 然后也是甜甜的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可能是那种甜甜的那种 BBQ的酱吧 算是挺新鲜的 口感很丰富 很有层次感 这个咖喱酱放在汉堡里面吃起来 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蛮浓的 咖喱呢 它夹在面包里面 刚刚好 橙汁芥末 鸭胸放在一块 这吃上去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蛮清新的这种口感 这里面有那个橙块 有那个橙汁肉 果肉在里面 对有果肉的 然后芥末酱呢 在哪里 这个乳白色的里面 跟它一起拌起来的 这个芥末酱冲鼻子吗 不冲的 一点都不冲 经典汉堡 双拼汉堡 腊肉汉堡 和迷你汉堡 是店里的四小花蛋 最受欢迎的经典汉堡 之前有时刻提到 里面的肉饼是纯牛肉 而且口感很嫩 店员介绍说 这是因为牛肉食材的选择上 首先用了八分瘦肉 两分肥肉混合 并事先用机器压好 这样在烤制的时候 就不用去压 避免水分的流失 吃起来也就相当嫩了 面包涂上蒜香酱 用90度的烤炉烤上50秒钟 以达到香脆的口感 再用240度的高温烤制牛肉 加上生菜 番茄 淋上烤肉酱 一个亮足味美的汉堡 就完成了 桃铁四号线第六站 沸泥汉堡 从上一站出来 顺着四号线呢 我们是做到了蓝村路站 一号口出来 我看一下现在高德地图 显示我们 离我们接下来的美食站呢 还有120米 大概就在我手指这个方向 笔直往下走 感觉香气在召唤我呀 陶铁四号线第七站 蓝村路站 上榜店家 喜永济苏州汤包馆 一号出口 步行三分钟 上榜里游 苏州汤包有点甜 日销千枝好味道 这一站四号线和六号线交汇 地铁下来 就离目的地不远了 来喽上菜喽 看着这一笼笼的汤包 有没有嘴馋呢 在这稍微等了一下 他们是现做的 现做现做 大概等了多久 大概三四分钟吧 这个小龙包怎么样 感觉配合它蛮大一个的 是的 就是皮很薄 然后煎过来呢 就是 特别是第一口的感觉 雅各口 里面的那个汤很鲜 我们说呢 这汤包就是 一句话说 就是肥而不腻 有点甜 肥而不腻 汤包怎么会用肥而不腻 这个词呢 因为苏州汤包嘛 比较甜嘛 然后五三天腻嘛 吃起来的话 总感觉是有点的腻嘛 但是我们上海汤包的话 它口感比较清纯一点 但是又没有苏州汤包那种甜 所以说这个汤包的话 它两者的优点 都是辛苦的 就是味道很干净 像一条鲜样 流到后面里面 很舒服吃起来 一楼小笼包是几个 是六个 六块钱 这家汤包店 在这一带是小有名气 从早到晚 都是人满为患 看看这厨房的忙碌劲 就知道生意有多么的好了 我们这个苏州汤包呢 特色就是一个味道好 然后它那个皮薄 现多 给我一块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 给我一块这块就先不要用了 好吧 皮薄 大概每一个皮这样 是有讲究的吗 就是说底部中间烧厚 然后四圈就是要烧薄的 皮子呢 它主要是让它拌花 拌花之后就是说 它那个口感很好 比较挺软弱的那种 对 糖包除了皮子的薄厚很关键 这馅料也是同样重要 馅料呢 出腿肉 然后另外就是说 加了自己熬制的起动 然后它那个汤汁很丰满的 阿姨们分工好像都不同 这个是在擀这个皮 这个阿姨好像是在把这个馅料 往上面放 然后那边再包是吗 对 为什么要拿一个秤在这里 每个单个的分量是35克 35克 每个都要这样秤的是吧 是的 这要确保里边的馅儿一样多吗 对啊 我们都是一样的呀 阿姨你有算过你最多的时候 一天要包多少个吗 嗯 生意最好的时候要好几百 哎 哎 哎 要是说我一个的话就是好几百个 那你们这边有多少个阿姨 同时每天这样包小龙包 一般十个左右 那真的就一天几千个这样的卖了 所有的汤包都是现点现蒸 所以要想吃到新鲜出炉最美味的汤包 还得等上一会儿 看见没 满满的一勺都是汤水 从那个汤水的颜色看得出来就是那种像有一点点酱油色的那种 嗯 就是这种回味起来很甜很甜的感觉啊 皮薄然后汤多料足最后最重要的也就是味甜 所以你每一口咬下去吸到那种甜甜的回味非常甘甜酱汁裹着的那种 一口咬下去那种肉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的 所以不妨来尝一尝这种带有一点点甜甜口味的酥粥小汤包 淘铁四号线蓝村路站习永记苏州汤包馆汤包 从四号线普电路站出站走上六七分钟就会发现这里成群的商务楼写字楼 难道这里会有什么好吃的吗一起去找找吧 淘铁四号线第八站普电路站香港轻松引二代出三号口步行六分钟 上榜里有清爽可口木桶豆花白领下午茶的休闲时光 为了辛苦工作的白领们 冰浩为大家找到了一家隐藏在商务楼里的独特小店 下午茶时间这里聚集了不少年轻人 文学您好打扰您一下 我看您这个又是一大桶又是一大杯的这个点的是什么 这个是木桶豆花 我们单位同事都推荐这边很好吃 所以介绍我来这边尝一下 然后我感觉它这边的就是这个豆花比较绵绵的 然后一般比其他店的那个豆香味更浓郁一点 转了一圈我们发现基本上每桌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木桶 里面装的就是大家所说的豆花了 上海人吃早饭的时候常吃咸豆花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这装在木桶里的豆花又是什么口味呢 这种豆花好像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豆花不太一样啊 对 它是有点那种牛奶味的 有点奶稀的味道 就是吃起来好像感觉蛮有异量的 这感觉就比较新鲜一点 而且口感呢也酸滑酸滑的 您这份豆花是点的吗 对是甜品 你更能感受它豆花那种清甜凉凉的那种很爽口 原来这木桶豆花是来自于香港的一种甜品 由黄豆制成 吃起来口感绵密 顺滑 豆香味浓 而它的吃法也很多样 既可以加些焦糖来吃 也可以搭配各种食材在一起 怎么上面那层黄黄的像焦糖那样的是什么 这个是红糖 就是糖啊 就是女生吃了以后呢 对女生美容养颜挺好的 然后口感也比较细腻 然后也不是很甜 您今天这个豆花上面搭配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我今天这个豆花上面搭配的一般都是 像地鼠做的那个QQ的一个东西啊 还有就是像紫米啊 珍珠啊 还有一些花生啊之类的 甜甜的 对 还有红豆 这个是可以自选的吧 对 这边是自选的 豆花和搭配的食材都是准备好的半成品 食客可以从中任选三种 点了之后再现场组合起来 每分的价格是32元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不论是豆花还是配料 都是严格选材和把关 以保证食材的新鲜 所以安娜就是面前摆的这些 应该就是现在摆里面很喜欢吃的刚刚那个绵密豆花的原材料是吧 对 它是配料 这个应该是重点就是豆花了 对 没错 你们家这个豆花是怎么做的呀 它其实是用加拿大有机的红豆 然后磨成的粉 然后之后我们再调配 除了豆花 这里有多种配料可以选择 比如Q弹的珍珠 地瓜Q 顺滑的拉面 糯糯的红豆 花生等等 此外装豆花的木桶也非常别致 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呢可能上海的朋友吃豆花呢 更多的人的口味是那种咸咸的 然后撒一点那种榨菜干 然后撒一把葱花最后再淋上一层香油 大部分人的口味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豆花 它加了很多台式甜品会用到的食材 比如说红豆 然后中间这个是花生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 我刚才问过了 这个叫做红豆Q 那么这个呢黄颜色的这个叫做地瓜Q 好我们现在搅拌之约了 尝一下这个豆花的味道 它的这个口感呢就是吃到嘴巴里面 会有那种一点点冰冻冰冻的 之后呢它的口感就会偏上有点甜 它叫做绵密豆花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是像那种果冻一样 非常Q弹非常软糯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样的是我看见很多白领 在脑里工作了一天之后呢 都会选择来到这里 尝上一碗冰凉绵密的豆花 倒也是一个解乏的好方法 超铁四号线第八站 香港轻松引二代 你不厚道啊 你这个时候给我把音乐停了呢 这看出来让看着我假唱了 但我跟你说 虽然啊我不能用吉他 给您带来美妙的音乐 但是我可以用吉他 给您带来非常独特的美食 陶铁四号线第九站大连路站 上榜店家古奇纳1980 一号出口步行五分钟左右 上榜里游吉他面用吉他感 意大利面的老祖宗 一走进店里满墙的各界海报 世界各地的朋友喝着小酒 听着音乐品尝着美食 最近有什么东西会和吉他有关呢 我发现您面前的这道面啊 几乎是每桌必点 是小朋友面前也是这个是吧 对也是 这是什么面条这个吉他面 这个是海鲜吉他面 这海鲜吉他面怎么会和吉他有关呢 难道是厨师边弹吉他边煮面吗 所以您第一次听说这个是吉他面的时候 您会很好奇 对 我也是我现在就不知道 所以就点了一份来尝一下 为什么叫吉他面你知道啊 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不知道是吧 在上海来讲我吃了很多意大利餐厅 我觉得只有这里我才试过第一次这种吉他面 国内的刀下面就是用刀板切切的 这个就是它等于是一条一条弦的 然后面团在上面这样子滚出来的 所以它的那个工具会有一点像吉他那种感觉 像的像的 这边有位吃货告诉我们一个大概 制作面条的工具不一样跟吉他有关 其实我们常常是都来这家具店 基本上每个礼拜我们都来一次 跟很多的餐厅来讲的话 在上海很多一带 其实我们算是也是吃货吧 在上海 然后很多的面条在上海 可能它都是比如说 从超市买过来的 但他们这里都自己改了 然后他们也是意大利厨师 那这里的食材也是非常新鲜 就像我们中国人 要自己会手擀面那种感觉吧 没错 它是综合海鲜 里面就看到是有章鱼啊 还有虾类的 然后还有像蛤蜊类类 像这样子 好吃 好吃 好吃啊 你知道这个面条叫什么吗 吉他面手工吉他面 你都知道叫手工吉他面 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因为它比较细比较长 它平的 不像其他东西里面是圆的 是扁扁的这种是吧 看上去跟中文汤面是有点像 但是口感要比他们更加Q一点 乍一看 这意大利的面条 还真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的面条 但是做法是完全用西方的做法 会不会这吉他面就是上海的挂面呢 这个是海鲜面 然后它呢 这个是肉酱面 味道呢它也不会说非常咸 然后就非常香 普通的意大利面条 它的味道可能不太会入味 然后会比较硬一点 然后这个呢很Q然后很香 你再一看可能会很像我们上海的那种冷面 小的宽面 但是其实你吃起来 它不会像那种小的冷面 宽面那么黏雅 但是不像普通的意大利面 比如说像石心的啊 或者空心的那种蝴蝶面那么硬 这吉他面到现在啊 是只见其面不见吉他 我们情报员决定到后厨一探究竟 这红亮的歌声充满了意大利人的热情 但是总觉得大厨有点打马虎眼啊 简直被意大利大厨们的搞怪弄的是哭笑不得 看我们的情报员刚才玩假唱 他们也来献学献卖唱一出双簧 不过他们手中弹的可不是冰炮刚才弹的吉他 这个面叫吉他面 就是因为我们为了做这个面用这种特殊的工具 也是会像吉他一样有一条一条鞋 它的那个结果和那个新装就像一个吉他 用它吉他黑举 应该不可以 这个是怎么在意大利的一个特有的工具吗 很长的历史 大概有多少年了呀 两千多年 这个工具有两千多年了已经 硕士官还到现代位置还不知道 谁就发明了这个工具 可是我们知道是从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 就有了 就有了 那它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嗯 把那个面 摇完了以后呢 就是放在这个工具的上面 嗯 这做面条道具的原理也源自于吉他 老板说在意大利是先有吉他面 才有后来的各种空心蝴蝶意大利面 混合着海鲜的吉他面别有一番特色 如果你也感兴趣不妨趁着四号线去尝一尝 实惠卷饼人气旺 吃完了吉他面 我们乘坐地铁四号线来到了海龙路站 在附近的四川北路上 我们发现了一家小店 门面虽然小 却有不少人在排队 这里面究竟在卖什么呢 我看那么长的队伍您已经算是排在靠前的了 对的 等了大概有多久了 等了差不多四五分钟了吧 四五分钟 那还好啊 对 他这个店面就这么大吗 差不多吧 其实是很小的这个店面 他们家是卖什么东西呢 生意这么大 鲁肉卷嘛 阿姨您之前来买过吗 这个鲁肉卷 我们天天基本上天天来买 天天来买 我小孩子看学嘛 他在这里读书 他别的都不要吃 他就要吃这个 今天孩子很喜欢吃这个是吧 就喜欢吃这个 所以味道好 谁带你过来排队的今天 我爸爸 你爸爸你吃过这样的这个鲁肉卷吗 蛮喜欢吃的 蛮喜欢吃的 看来不是第一次了 一般你这个能吃几个呀 两个 两个 蛮结实的哈 原来颇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这鲁肉卷了 排队的人群也练就了小店工作人员的速度 看着麻利的手势很快一个卷就包好了 那么这裙饼里究竟包了些什么食材呢 他这个卷里面包了些什么东西呢 有卤肉是吧 有肉嘛 然后是以面品黄瓜打底的 然后特别好吃 大的是那个甜面酱 甜面酱 甜蜜酱 然后它有点发点辣 有点 也有一点点辣的 对 小店老板徐先生告诉我们 不论是饼皮还是馅料都是现点现做 虽然店面小 保证食材的新鲜 却是他们一直所坚持的 我们这边特色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卤肉 猪的后腿肉 因为后腿肉比较嫩 而且全部是瘦的 然后我们早上经过我们自己密制的卤料 卤了过后 然后就是当天加工当天瘦完 就是不存在说什么这个肉有过夜隔夜的那种 对对我们这个第一是要保证一个食材的新鲜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蛮会选址的 这前面就是四号线 而且旁边又是学校什么的 对我们这边上班族就是靠近地铁的嘛 大家去坐过地铁下班的时候肚子可能会饿 但是我们这个方便一点 适合大伦口味 新鲜的食材清明的价格以及符合大众的口味 也许这就是一家小小的卷饼店 可以得到大家认可的原因所在吧 抛贴四号线第十站京城卤肉卷 这次全国土特产交易会 从12月5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19日 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特色美味 我看到这有很多的红枣 而且品种特别的多 我想先问一下阿姨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新疆的郑州的和田玉藻 这个红枣肉很厚的 和很小的 皮很薄的 这个平常吃起来就是放在锅里下蒸一下 就能吃的 一天吃三个 这个个头也是最大的一种是吧 这个个头是最大的一个 阿姨这个小的呢就平时包包汤 烧汤 包猪吃 或者泡茶喝 这营养最好的呢 这个 泡汤的时候放个十几个 要是泡茶的时候放个三四个就可以了 挑的时候呢是要通过颜色判断 还是通过这个捏上去的手感来判断 你要看上捏上去的手感 不是很软的 不是扁扁的 有弹性的 这个红枣是最好的红枣 红枣还有大量的糖类物质 多吃红枣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增强激励 保护肝脏 镇静安神等功效 看到这边有位阿姨在挑猪皮 阿姨你好呀 买了还挺多的嘛 是啊 这个面具很好吃嘛 你是应该蛮有经验的吧 小焦我们怎么挑 就是挑厚一点的 厚一点的 因为它上面没有油 木上去里面都没有油 嗯 炒了吃啊 烧烫啊 炒上去啊 问一下老板你好 咱们这猪皮是哪里的 我上里的 咱们平时如果买的话 通过肉眼怎么去判断 哪一个是背部的 哪一个是旁边的呢 对啊 旁边呢 背后是宽一点 是肉松一点 厚一点 这个旁边呢是肉紧一点 老板说在口感上 猪两侧的肉皮 没有背部的肉皮香 把肉皮买回家之后 处理起来也不复杂 这怎么做的 我的透明水要泡一个小时 烧冷水泡啊 那个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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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现在冬天冷嘛 这皮肤干燥 要多低皮多吃一点好 肉皮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 吃了对皮肤很有好处 发现这边有很多麻花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有些什么口味啊 它这个 它这个是蚊的 它有那个椒盐的 还有核桃的 它的制作方法很那什么呢 很涂色的你知道吗 它是说用那个面粉 然后采加了各种原料 稍微有点烘的 它烘好的 它怎么说 不是说那个油炸的那种 我瞧了一下 它这个麻花既很清脆又很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这个很切面 它外面那一层是有点深深的 里面是有点淡色的 淡色那一层呢 是在嘴里就感觉像是酥饼 然后让它酥 外面那一层咬在嘴里就是很清脆的 所以这个麻花会比一般的那种细的麻花 口感上面层次会更丰富 来自不同地方的特产 汇聚在此 趁着周末不妨来此逛一逛 尝尝全国各地的特色美味 今天呢给大家找了这个四号线当中的十家不同口味的美食啊 所以说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下次做四号线的时候 一不小心我们做反做错的话呢 不妨停下来歇歇小尝一尝这个大圈圈里的美食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